大家好,歡迎收看明鏢玩樂頻道 在開始今天的影片之前 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IG Mingwatch Channel 如果想知道不同的鐘錶知識和故事 也可以加入Mingwatch Channel的Facebook專頁 最後如果想買錶買錶 可以去Mingwatch Channel.com 看看我們有什麼在寄賣的錶 或者寄賣自己的美錶 MWC 是一個提供手錶服務的平台 除了提供寄賣和購買手錶服務以外 還會提供代訂明鏢服務 連訂造錶帶都可以找我們 所以無論是買錶買錶 找錶訂錶 總之想到和錶有關的東西 上來找我們就可以了 期望可以在MWC見到大家了 2022年的農曆新年之後 我納至以後只會買閒略晚的錶 想著短期內便會買少許多錶 不過命運永遠都是喜歡跟我開玩笑的 連續被我遇到兩隻毒到我死死下的錶 而且還要一隻毒過一隻 今天這條影片就和大家說說 新年後我第一隻買的錶 事不宜遲,去片 這條錶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這個 這麼特別的錶盒 這個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Omega的一個壓力測試 還是水壓測試的一個裝置 它又將這個概念做成這個錶盒 這個玻璃寫著25周年紀念 等下就和大家說說 究竟25周年是什麼 這個錶盒非常有質感 這是我見過一個最有誠意的錶盒 我們打開之後拿出錶盒出來 它就是我今天要說的主角 它就是我今天要說的主角 但是今天這隻 我是覺得它最特別 以及我是最想擁有的一隻Cmaster 看到它,我簡直是有一種相逢恨晚的感覺 首先說說這隻特別限量版的由來 它一部分就是紀念1993年 Cmaster Professional的誕生 這個Cmaster Professional 就是Cmaster 300 Diver的始組 而在同一年,Omega也首次把坦這種金屬 運用在Cmaster系列上 它就是型號2296.80 由鈦、坦和18K金三種材料 組成的Cmaster計時款 當年的這款其實也是一個創舉 因為這款2296.80 是歷史上第一隻擁有坦金屬物料的手錶 為何要去到1993年才第一次出現坦金屬的手錶 這一個就是要解釋一下什麼叫做坦 坦金屬的英文叫做Tentinum 是一種散發藍灰色光澤的金屬 它的硬度比鋼硬 稀有度比黃金更加稀有 而且具有高抗腐蝕性 是一種非常穩定的金屬 它的特性跟Platinum的薄金非常相似 不過也因為Tentinum的金屬密度大 用點也非常高 要超過攝氏3000度的高溫才能容 所以加工難度是非常大 所以也很少用來運用在中標材質上 所以1993年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坦金屬的Cmaster 售價其實當年是非常昂貴的 之後也有非常少數碗錶 用Tentinum這種金屬來製造 好像AP在90年代也有出過 錶圈和錶帶的鏈接用坦製造的Royal Oak 而2003年Uberro也有出過一種 用鈦和坦來做標學的Big Bang 在25年後的2018年 Omega推出了全新擁有新一代Metas 認證機心的Cmaster Diver 300 而為了紀念25年前Cmaster Professional 和坦金屬的Cmaster同時出現 除了普通版的最新款Cmaster 300 Diver之外 另外還推出了我手上拿著的 限量2500隻的太坦金Cmaster 300 Diver 這隻錶的基本規格 直徑是42mm 厚度是13.7mm 凹凹凹的距離是49.5mm 而錶帶的闊度是20mm 防水有300米 還有一個微微拱起的藍寶石水晶鏡面 錶殼是由鈦金屬去製造 而錶帶就是鈦加Omega專利的Cmaster高 和坦金屬去組成的 看到兩條的間紋 每一條間紋都是由兩個Cmaster高 夾著一條的坦金屬去組成的 而錶扣是一個Z型的接叠扣 就是這樣打開 有兩個按鈕可以拍開 有快速拉開 讓你戴著潛水手套 都可以快速可以戴著錶的一個伸延扣 還有這裡有一個PUSH 這裡有一個長度微調的裝置 這個構造就和普通版的Cmaster 300 Diver一樣 而錶罐和10點位置的排開法 都是用Cmaster高製造的 而這個錶圈也是由坦和Cmaster高組成 最外圍的這一圈就是藍藍灰灰的色澤 就是用坦來製造的 而數字和黑度這部分就是Cmaster高的 錶圈可以單向旋轉 是120克的 錶面的布局就是一個大三針沒有日期的設計 除了沒有六點鐘位置的日期窗之外 其實跟普通版的Cmaster 300 Diver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有中空的呼嚨針 波板糖的秒針和一個立體的Index 最大的不同就是這一塊錶面 是用銀灰色的太金屬 再加雷射雕刻的波浪文去製造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是有TI兩個字的 這個就是代表了這個錶面 這個錶盤是用太金屬製造的 它的波浪文是採取了突出再加炮光打磨的設計 整個銀灰色的錶面加上這個Sender高 這個色調是令到這一隻本身應該看上去很Sporty的Cmaster 就變成一種充滿貴氣的感覺 當然Cmaster 300 Diver非常出色的 2 tone夜光效果也有保留下來 所以晚上看這個錶也是看時間完全沒問題的 反轉到錶背了 我們看到有一個透底的設計 藍寶石水晶上面有一隻白色的海馬圖案 證明這隻是一隻特別版 跟2018年的新款Cmaster 300一齊面世 當然是搭載了有Metas認證的8806 同族琴中自動水晶機身 它的浸頻是28800 動力儲備是55小時 打磨水準方面 我不多說 都是跟其他Cmaster 300差不多 大家不要跟高級機身打磨比較 可以接手就算了 不過2018年 Omega將Meta使用症機身 加入Cmaster系列 都是一個很大的改進 因為15000Ghz的防磁 確實用 我順手簡單說一說 普通電話的磁場 大概是380Ghz Laptop和iPad的磁場都是1,000多Ghz 所以15000Ghz 基本上就是可以直接抵抗 醫院磁力共振的磁場級別 我記得有看過資料 所以Meta使用症機身 不只能防抵抗15000Ghz 只是測試儀器 最高只能防抵抗15000Ghz 實際上可以防抵抗15000Ghz 多少呢 就不知道 總之 基本上是跟幾大的磁力都頂得上 所以Omega的Meta使用機身 都算是現今世界最防磁的機身 再加上0-5秒的保證日差 加上歷時10天的6方位精準度測試 以日用錶的角度來說 Omega的機身真的不能輸 好,我現在就示範一下 如何操作這個手錶給大家看看 首先因為潛水錶 所以鎖霸底 首先把霸底扭鬆 扭鬆之後向上轉 就是上鍊 如果把霸底扭鬆 拉開一格 因為沒有日期 所以拉開第一格 就立即可以停止秒針 這個時候就可以調教日期 調教完時間後 把霸底扭鬆 鎖緊 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我現在帶順手給大家看 好嗎? 我想這隻42mm的Cmaster 300 在我154mm的手上 應該很多人都看過效果 都不用太多解釋 作為一隻運動錶來說 是絕對沒問題的 不過它的重量上 跟普通不鏽鋼版的Cmaster有少少分別 原則上這隻錶主要是 太合金去製造 應該是比不鏽鋼版輕很多 不過加上senagal和坦 又會令重量更重 因為我同時都擁有一隻 東京奧運版的藍圈白面 我都拿上去秤一秤重量 發覺在相同格數的情況下 這隻泰坦金是比這隻不鏽鋼版的Cmaster 300 輕了30g 所以這隻泰坦金帶上手會舒服一點 觀感方面非常主觀 這隻錶的配色 可能會有人覺得是 像女裝錶不夠man 不過我覺得它其實都 看上去蠻OK蠻特別的 它不是一種看上去令你滑一聲 而是慢慢越看越漂亮的那種 我覺得看上去蠻有貴氣的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坦這種金屬色澤 也想擁有一隻有坦的物料錶 而且它也是限量版 這裡有一隻貼擺 寫著限量號碼 雖然是2500隻 限量好像有點多 不過都完全符合我的收藏目標的要求 這個盒子大家剛才也看到了 認得不得了這個盒 所以收到這隻錶的記賣之後 我出了IG和Facebook帖 都問一下你們的意見 買不買來自肥好呢 你們這些傢伙 看人樂坑最開心的 一致決定買啦買啦買啦 所以我最後都決定入手了 這隻泰坦金的CMASA 其實都不便宜的 官方定價是港幣的十萬九千八百元 剛剛我才買完這隻GEO70的限量版 無奈 都未回氣了 所以都頗糟的 不過緣份的東西到了 都真的擋都擋不住 其實我和坦這種物料 都真的頗有緣的 剛剛買完這隻有坦物料的錶 其實我已經覺得很興奮了 短期內買兩隻錶 但是同一日 又被我在MWC遇到這隻 整隻都是坦的錶 這隻就是Efficient的Chronometer Blue 有跟開我的IG和Facebook的師兄 都應該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這一日絕對是我人生之中 其中一個最值得紀念的日子 想聽我說這隻神物的話 就下回分解啦各位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開心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SHARE我影片 記得按鈴鐺訂閱我的頻道 我一出生氣 就一定有性感通知到大家 如果想知道不同的鐘錶知識和故事 都可以加入Mingwatch Channel的Facebook專頁 如果想買錶或是買錶 可以瀏覽MWC官方網站 Mingwatch Channel.com 如果你看完片 還要看完美妝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繼續分享最大的動力 下次再見 拜拜